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2024年前7个月 中国肉累计制品 累计进口133.74亿美元 进口数量为379.58万吨 整体规模庞大 9月8日 一批产自马达加斯加的冷冻羊肉 运抵湖南红杏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 这是中国首次从非洲进口羊肉产品 5月28日 海关总署发布公告表示 允许符合相关要求的俄罗斯牛肉进口 在往前 2019年 随着对日本30月龄以下 踢股牛肉的经营解除 日本雪花牛肉等符合条件的牛肉产品 也可以重新进入中国市场 不难看出 中国肉类进口来源地域区多元 除了上述几个国家外 中国还从巴西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多个国家 进口肉类产品 数据显示 前7个月巴西市我国肉类 及制品进口最主要的市场 进口额为45.34亿美元 具体到肉类品种 牛肉的进口量增长优为显著 上半年累计进口牛肉123万吨 同比增长23.6% 除此之外 不少媒体最近关注到 俄罗斯海产品出口到中国 并以俄螃蟹端上中国餐桌为题 进行报道 俄罗斯出口中心称 2023年俄罗斯远东地区 最大的螃蟹捕捞公司 对中国的产品供应增加了33% 俄罗斯谢业集团副总经理 尤罗瓦表示 中国螃蟹市场增长最快 对俄罗斯出口上来说 是最有前景的市场 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对俄罗斯鱼类的购买量 增加了36%以上 现在老百姓摄取蛋白质的来源很丰富 不仅是畜秦肉还有水产等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爱国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上世纪80年代 中国猪肉消费占比达到80% 而近两年数据显示 猪肉消费占比有一定下降 与此同时秦肉消费上升幅度比较快 根据中国农村农业部公布的数据 肉类消费结构中 猪肉消费占比不断下降 占肉类表观消费量的比重 从2000年的65.6% 下降到2023年的57.8% 同时期秦肉消费占比稳步提升 从20.2%增至25.5% 人均秦肉消费量从2000年的9.7公斤 增至2022年的17.5公斤 增幅80.4% 专家分析认为 受经济社会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 和消费升级等因素拉动 未来秦肉消费还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预计到2030年人均禽肉消费量 越22公斤 在肉类消费中占比达到32% 中国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 预警首席专家王祖立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禽肉消费速度增长快 其实是肉类消费的转型和升级 更有利于食品安全 粮食安全 尤其是饲料粮安全 与此同时 在大事物观之影下 像森林 草原 江河 湖海 以及涉施农业药食物 能够完善食物产业链条 丰富食物品种 形成一个多元化的食物供应体系 中占比达到32%